1902年,我開始提起告訴 已經將近五年了 終於等到這一刻 在這個地方 我們第一個要肯定法官 在這次判決中 雖然我個人認為輕判 但終究是判決有罪 而且承判長講得很清楚 反正就是您送狡辯 您拍骨眼 這個案子判下來 這樣判決 我們認為 第一個 它是一個現在史上 非常昏水嶺 很具重大意義的一個判決 它的重要性 絕對不亞於任何憲法法庭的判決 是台灣現在史上一個新的體制 第二個 現在體制的維護 是一個法治國的維護 是我們所追求的 另外我這個地方 也要公布馬英九 也應該認罪了 不應該再上訴 有給新的體制最後的尊嚴 這是我們的期待